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顶流明星王一博 捐款是作秀还是真情实义 你怎么看 王一博 1997年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歌手演员 职业摩托车赛车手 男子演唱组合 UNIQ成员王一出道时间不短 但也是从前几年开始 他才真正成为顶级流量 大家终于看到了王一博有多么优秀 因为之前很多人也观看天天向上 大家却没有注意到那个话不多 跳舞非常好的王一博 不了解王一博的人都觉得王一博冷淡 不爱说话 年轻一代中 王一博作为一位代表性的艺人 他身上折射出的态度 跟做事风格跟其他人截然不同 初中时 他看到播出的街舞比赛 对街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过反复哀求争的王一博 他的妈妈终于同意他开始学习舞蹈 在渐渐地学习中 他逐渐发现自己在舞蹈方面的天赋 王一博不善言辞 但是他有着与生俱来的舞蹈天赋 其实在粉丝看来 这样的性格很好 也很真实有趣 可是在有心人看来 特别是不了解王一博的人 王一博这样的性格却不被喜欢 爱叫真 像是之前与王子义的比赛中 他就一直在用自己的天赋和实力 在压制王子义 比赛结束后却看到有很多人 因此去黑王一博表示 那个场面很尴尬 不懂得体谅他人 其实王一博就是这样 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较真 王一博虽然年纪不大 但实力不容小觑 是才华 天赋与颜值并存的舞蹈担当 他有着丰富的舞蹈经验 优秀的舞蹈控制力 节奏感与精准度得到了网友的称赞 在综艺节目天天向上 凭借自身的帅气的外形和炫酷舞蹈 受到少女们的狂热喜爱 很多跟王一博接触过的人都觉得王一博话比较少 就算是天天兄弟 也经常说王一博是一个话少的人 可是真正了解王一博的人 他们并不觉得王一博话少 当然 这不是代表天天兄弟 不了解王一博 那是因为王一博跟天天兄弟是以长辈和小辈的关系在处 所以他们对王一博的评价是话少 但像肖战哥王一博虽然相差六岁 可是他们却在与同龄人在相处 而且肖战对王一博的评价跟很多人都不一样 肖战曾经不止一次的说王一博话比较多 而且他是唯一个在听说王一博话少的人 之前跟王一博和社会的艺人上了节目 都是说王一博话少 可是到肖战上节目完全就不一样了 或许当天天兄弟听到肖战说王一博话多的时候 他们都震惊了 其实王一博话少 是因为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人 不会花费时间 他跟肖战志同道合 所以话多 作为公众人物的王一博依靠作品来说话 凭借自身的业务能力走到了如今 他的个人形象跟国民认可度 相信很多人心中自然有感秤 他的做事风格从来不张 都是用自己的方式简单 干脆又低调 如果不是因为人家基金会点名表扬 可能我们真不知道 王一博做了这么多 真是给新世代年轻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去年河南水灾 王一博不仅亲自带着物资去到了灾区 还默默无闻地捐赠了300多万 这次上海疫情期间 王一博更是通过上海 当地公益基金进行了多次捐赠 并且把这些物资派送到了一些 显为人关注到的小区 同时王一博的粉丝团 更是在疫情前期参与到了援助 哪怕被人误解 恶意重伤都不曾回应半分 都说疫情世面照妖镜 辐射了太多社会上的人情冷暖 但是只要有爱 一切皆有充充满希望 我们需要年轻力量在大家大漫面前 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抚慰人心 共同抵抗一切困难 现在我们再看看王一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欢迎大家来讨论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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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